诗篇82篇和诗篇73篇 从72篇到73篇 73篇到82篇是一个板块 那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里面谈到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就是上帝的审判 那在这里面提到上帝的审判 上帝为什么审判呢 提到了他的原因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个诗篇有这样的结构 我们说ABC 然后CBA这样的结构 A和A是对称的 B和BC是对称的 然而这样的结构呢 我们看到外面 是提到了上帝的作为 里面是提到了原因 中间核心呢 其实也是核心是提到了这个原因 C的部分 那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第一段一节里面 一节神站在有权利者的会中 有的人说是天上的掌权者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诗篇的文脉和旧约的背景 我们可以大概断定有权利者诸神 是指以色列的统治者 为什么呢 你们当为贫寒人 为什么 然后甚至你们也像世人一样 要死 要扑倒 说明他们不是天使 因为他像世人一样死 然后他说到 你当为我的百姓贫寒人 为困苦人 保护贫穷人等等 然后提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他更侧重于以色列百姓的领袖 比起外邦的王 更多的是谈到以色列百姓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提到以色列的王的时候 上帝就给他们责任去眷顾百姓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暂且确定 就是这些有权利者 不是指那些外邦的王 而是指以色列百姓的领袖 诸神 那原文里面实际上直接是Elohim Elohim 那直接就是指神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哇这个怎么称神呢 这个神是难道是异教的神吗 从文脉来看的话 有的时候基督徒如果没有一定的神学基础 或者是对圣经的一些基础的话 就容易掉到一种神秘宗教里面 好像上帝要审判天上的掌管人类命运的 你看为什么不救霸平行人物 不保护不救霸他们 好像我们的命运跟这个希腊神话当中 跟天上的神明有关系 天上的神明为什么不救助他们 为什么 所以上帝是至高的神 去审判这些天上的使者 不是啊 这种异教式的思想 希腊神话中的思想 我们中国人里面的一些 好像在玉皇大帝之下 又有诸神这样的来干预我们的命运 所以我们平时也指望着他们的救护 什么菩萨的保佑 这种思想不是这种概念 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传达 这种异教式的世界观 这里面有权利者是指以色列的王 诸神也是啊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里面提到了你们 我在这里面标出同样的颜色 有权柄有权利者诸神 然后呢 你们审判不并公义 这个分明是地上的王的权柄 你们当救拔平行人等等 你们仍不知道 然后你们 我称你们是神 我曾经说你们是神 这可见 说你们是神的这个话 不是指他们是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 新约里面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里面 耶稣在说到 那些承受神的道的人 上且称他们为神 更何况 我本来就是神 难道我自称为神还过分吗 然后说到至高神的 都是至高神的儿子 生命纪十四章一节里面 上帝说 你们是我的儿子 你们作为神的儿子 所以上帝称以色列百姓为至高神的儿子 然后称那些地上 他委任的那些权柄者 称他们为神 在诸神中 在有权利者当中 是指以色列当中的领袖 王也好 执政掌权也好 上帝赐给他们 像在西南山下 在立摩西治理他们之外 还立了很多的长老 让他们去审判百姓 那到他们定居迦南地 渐渐形成统一王国时期 从以扫大卫到所罗恩之后 这些王 先知们责备他们 责备以色列人的领袖 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王 审判者 掌官者的时候 常常斥责他们的时候 其实就是斥责领袖 那在这里面有权利者诸神 实际上我们透过文脉 能够死的 其实就是这些王和有权柄者 那而且是我的百姓 这些百姓孤儿寡妇 一般的宏观来讲的话 宏观的来讲的话 可能是指外邦的王 外邦的王不秉行公义 为什么不眷顾贫穷 但是如果这种概念 如果你留意旧约圣经的 这种文脉的话 很多的时候 上帝比起关注外邦人 王行不行公义 更多的关注外邦的王 怎么对待以色列的问题 责备他们的时候 常常责备他们 如何如何恶待以色列百姓 所以在这里面 责备王 执政掌权者不行公义 更多的是强调 以色列的百姓 以色列的王 上帝在生命纪也告诉以色列的王 他们做王以后 百姓以后 这些权柄 他们应该如何去执行他们的权柄 结果他们在神的面前独职 所以就产生这样的审判 所以这里面的有权利者诸神 会 这个就是多数的意思 在这样的会中 在这样的统治者当中实行审判 给我们勾勒出一个图画 在行约里面我们看到那位复活的主 那位教会的元首 行在众教会当中 然后去责备那些教会和教会领袖 教会的使者 手中长有教会的使者 在旧约当中 上帝行走在 或者说在诸多的这些领袖中间实行审判 可见领袖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在这里面质问他们什么呢 法庭性的质问 质问他们说 说你们上帝在实行审判 上帝要实行审判 审判什么呢 你们就是前面说的有权利者 诸神这些领袖们 审判他们 说他们审判不禀公义 上帝的审判和 上帝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实行的这些领袖的审判 是不一样的 上帝要追讨 要审问 要查究这些赋予这些委托授权给他们这些权柄的人 他们为什么不审判 这里面很重要给领袖的一个责任就是除了教导 保护 还有一个判断 判断百姓 他们中间有什么冤屈等等 是去审判 去判断 去为那些贫穷人申冤等等 所以这里面责备他们很重要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审判的时候并不秉行公义 这是我们在就业历史当中也可以看到的 明明律法上告诉他们行审判不要训人的情面 判断不要过度的偏袒贫穷人 贫穷人也不一定良善 贫穷人不因为他贫穷可怜就不实行公义的审判 好像贫穷人可怜 然后他们作恶就不审判了 不按公义审判 那么也不要偏袒有钱事的人 因为他们的权势 所以就他们作恶也不要 公义 照公义公平来实行什么 这是上帝国度的宝座的根基 上帝以公义公平来实行治国 他也颁布了公义公平的律法 法度给以色列百姓 特别是给官长 让他们按照公义公平来实行他们的权柄 去治理 去实行上帝的代理权 他们去执行代理权的时候 那这个国中就得以长久 社会秩序就安定 这些该受冤屈的人就得以申冤 然后那些强势的人 他们因着这种审判的缘故 公义公平的缘故 也限制他们的恶 所以这样就维持着一个社会的一个安定 百姓的这种安抗 这是上帝在以色列国当中治理的时候 透过律法所制定的这样的秩序呢 你们训人的恶人情面 恶人就是那些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那些不敬畏神的那些行恶 甚至欺压别人的这样的恶人 不只是抵挡神 而且是欺压别人的 掳掠别人的 所以秉公义审判 照恶人的恶去审判他们 这是官长们的责任 这样就上帝透过设立的这样的制度 这样的护理的方式就制约了恶 不至于在社会当中无限的扩张 以至于维持某种社会的安定 让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可以平安 然后三节到四节是上帝谈到了神的盼望公义 前面责备他们的罪 后面就正面说你们当 你们当为贫寒人和孤儿申缘 这里面提到了他们的责任应该做的 前面责备他们没有尽义务失职的 后面说到你们应该申缘 应该实行公义 应该保护 应该实行拯救 这是作为执掌权柄的人 为那些贫寒孤儿申缘 贫寒的人 孤儿弱势群体吗 他们如果有冤屈 他们没有钱 没有势力 你们这些做官长的 如果不为他们的冤屈申缘的话 也就是说你们应该为他们申缘 让这些弱势群体得到保障 地上没有政府的话 没有这个权柄的话 人与人之间 有钱人就会欺压贫穷人 有钱人强势的人 就会欺压那些孤儿 没有父亲的 没有母亲的 保护的这样的人 但是上帝设立这制度 有权柄的人 就应该替这些弱势群体去申缘 免得有权有势的人 就欺压他们 当为困苦穷法人实行公义 公义 然后当保护那些贫寒穷法人 当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恶人的旗 所以实际上上帝在指出 你们受责备 是因为你们没有尽这样的义务 你们应当的 但是你们没有尽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了 上帝给我们勾勒出一种 在地上他国度的实行 然后紧接着 上帝就责备他们的恶 你们仍不知道 也不明白 在暗中走来走去 地的根基就动摇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上帝分明透过律法 教导了公义的法则 公义的标准 甚至对王 对先知 对祭司 对君王 对领袖 给他们的权柄的性质 做了说明 他们应该尽的职责 如何履行他们的职责 已经教导了 上帝的话 就是他们履行职责的智慧 上帝期待他们 按照上帝的话的教导 过智慧的生活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吗 上帝的律法明明已经写了 可见他们是藐视上帝的律法 忘记神的律法 不留意上帝的话 以至于他们生活当中 失去上帝给他们的智慧的指引 以至于他们就在黑暗中行走 律法就是光 神的话就是光 当律法来了 他们就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当神的话来了 他们就得着智慧 行在光明当中 当神的官长或神的百姓 离弃神的话的时候 他们就在黑暗当中行走 住在光中 就是住在真理里的意思 所以可见他们这样不秉行公义 训人的情面 不怜悯贫穷人 不为他们申言 不实行公义 不保护 不救他们 根本的原因是 他们的信仰上出了问题 上帝给他们的职责 上帝与以色列百姓列约 设立他们 给他们各样的职责 职责有当今的本分 而这个本分是需要根据神的话语 赋予的智慧 指引来履行职责 但是他们却忘记神的话 因此他们其实就是被约的人 被盗的人 虽然他们拥有上帝赋予的权柄和职责 护照 但是他们却在他上帝所赋予他们的职责上 读职 他们不晓得自己的职责本分 也不晓得如何尽自己的职责本分 在黑暗里过生活 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联想到 应该想到 其实不只是班官长 每一个人活在地上 都有他的calling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所谓的天职 每一个人都有他各自的决策 作为儿女的 儿女的决策 作为学生 学生的决策 作为信徒 信徒的决策 作为同工 同工的决策 作为牧师 作为社会当中的母亲 父亲 儿女 每一个人都有他该有的位置和本分 甚至有的人是一个人身具 不是单一的 诸多的 在学校作为学生的同时 他也是在教会里作为信徒 甚至大家有的是什么赞美队队员 什么这个同工等等 所以你一个人可能兼具多重角色 在每一个角色当中都有自己的尽的本分 我们每一个本分都要努力去完成 然而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道 不明白神的话的话 我们就会在我们当尽的本分上 独职啊 在黑暗里行走 按照我们个人认为的智慧 聪明 去行事为人 个人偏心脊弱 所以没有神的话 我们就不明白 神的心意是什么 没有神的话 我们就不明白 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是什么 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 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才干 才能 当你不知道自己的才干才能 恩赐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自己的本分责任 当你知道自己的恩赐才干才能 你就知道神呼召你 给你的位置和责任和本分 你就应该在哪个方面去尽自己的本分去 让别人得益处 透过我们的才能 才干 让别人得益处 所以当我们不明白神的话的时候 那个造物主赋予我们的身份角色 岗位地位才能的时候 不明白上帝给我们恩赐的目的 我们上周筛学了 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才能恩赐 祝福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就不可能正确的按照神的旨意去使用 当我们不按照神的旨意使用我们的时间 使用我们的才能 使用我们的才干 去祝福别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在黑暗里行走 是面临着神的责备和审判的 当然我们说审判从神的家中起 这个不是说什么定罪 最终下地狱的问题 我们可能成为又恶又懒的仆人 不顺命的儿女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 从跟我们遥远的这个宗教领袖也好 这个政治领袖也好 以色列当中的王和有权柄的人也好 想联想到我们都是共 王有王的位置 我们作为我们也有我们的位置 虽然我们从某种位置 我们都是这个与基督一同做王的人 但是从社会上我们不是王 我们只是普通的百姓 在教会里面我们甚至是信徒同工 可能在社会地上我们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位置 上帝目前让我摆设的位置 做男人有男人的位置 做女人有女人的位置 做圣徒有圣徒的位置 做童工有童工的位置 做学圣 做每个人都有位置 所以每个人都不可 这个侥幸的说 试奉神是跟我没关系的 不是的 只要我们心脏在跳 在呼吸 人活着都要侍奉一花 所以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马拉基书 最后一章里面讲到的时候 将来末后的时候 上帝要将那些侍奉神的 和不侍奉神的分开 在旧约的背景里面 是在圣殿里 狭隘的是立位人 祭祀亚伦的后裔 更广的是 以色列人蒙昭就做 圣洁的国祖 君尊的祭祀 他们要侍奉神 侍奉神是他们出埃及 得释放的目的 上帝是把他们 从埃及当中拯救出来 容我的百姓去好 在旷野里侍奉我 侍奉是百姓蒙救赎的目的 让他们去侍奉神 无论是个体 还是作为一个蒙呼召的一个群体 把他们安置在迦南地 也是让他们作为一个模型和榜样 作为侍奉神的国度 在地上神的国度一个雏形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 但是问题有些人不侍奉神 他们侍奉自己的度负 他们侍奉自己的私欲 他们个人偏心己路 他们生命当中没有主 没有神的话 所有主宰他们支配他们的 都是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计划 自己的打算 这是活着跟没有神的人一样的 自然人一样的生活 他们判断一件事情 做决定的时候 最优先次序是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计算 他们从来不想上帝的旨意 上帝怎么想 所以所有的抉择的时候 你发现都是以自己利益为中心 在信仰里面 在信仰外面都一样 所有的计算 都是自己的那个算盘 自己的计算 所以这些人最终 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 不明白神的旨意 实际上 好像是在教会当中过信仰生活 实际上是活在黑暗当中 活在自己的私欲里面 自己的世界里面 自己做王掌权 个人随自己的心意 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 这就是令神责备的一种生活 我们的生命不属于自己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上帝 我们应该照着他教导我们的智慧去生活 按照上帝创造的目的 按照上帝创造的次序 按照上帝让我活在地球上 呼吸他所赐给我们的养 占据他所创造的空间 不要成为浪费资源 这样的存在 而是应该活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为着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祝福 去时光 寿命人生 去为着神的计划 去生活才是 我们要探求的是 上帝啊 你在我生命当中 旨意和计划是什么 那这个计划和旨意 不是脱离圣经的 上帝给你一个新奇的 来自火星的一个计划 最起码上帝所有的计划 已经启示在圣经里 上帝对整个人类的计划 上帝在地上推行人类历史 让历史没有终结 继续延续 他要在历史当中的计划 上帝的计划就是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是整个被安置在 上帝整个在人类历史当中 计划当中一个环节 那具体的上帝在我生命当中 计划是什么 这个需要你在对上帝 整个神的道律法 福音神的圣经当中 各种教导 无论是福音性教导 教育性教导 还是道德上的教导 充分理解之后 综合来考虑 上帝给我的裁判 什么 即便你知道恩赐 你只知道你的功能而已 你顶多是知道 你应该在哪个方面做 但是具体做的原理是什么 这是对神和他的道的认识 理解和你对平时当中 如何学习舍己 顺从圣灵的结果 你才能更好地发挥你的功能 上帝不是给你了一个大刀 你就可以拿着刀 任意是南权北腿 你可以随意发挥去使用这个刀 不 上帝给你刀 给你自由 但是他给你原则 侍奉的原则 如果你不认识神 不认识他的原则的话 这个刀只能是我们任意的去挥白 可能不能成为救人的武器 变成杀人的凶器 所以丢子妹什么意思呢 我们最近始终在谈 信仰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人生的本质是什么 你可以做轰轰烈烈的事 也可以做平平凡凡的事 或者无声无息 淹没在无数优秀人的大众当中 但是最关键你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你如何去活 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你的位置 明白自己的使命 更重要的比起明白自己的位置和使命 是你要明白神的心意 按着神的心意生活 不要指望将来你要为宏图 等你将来如何如何为神 什么大发热心 宏图伟业 现在每时每刻 如果你不学习顺服神的话 将来你不可能去顺服神 因为将来的成功的侍奉神 我们说的成功是很好的顺服神 按着神的心意顺服 那个顺服是基于你今天如何接受训练 你今天都是一个绝缘体 那将来上帝就不可能让你成为一个 祝福的通路 成为一个品质高的这种导体 神恩典的导体 也就是说今天是我们学习顺服神 今天是我们侍奉神的机会 今天我们如何侍奉神很重要 哪怕你在最恶的环境当中 最差的条件当中 你仍然忠心去侍奉神 这个决定了你将来在环境好和恶劣当中 仍然忠心高品质地去侍奉神的先决条件 今天如果都不会不懂的话 将来不会自动成为 不相信你可以看 见过很多人 十年前就那个德行 十年后还那个样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只不过是年龄长了 可能阅历增长了 它的本质 它的品格还是那个样子 做事方法还是那个样子 没什么变化 为什么 十年前就那个德行 没有什么进步 它一直不改变 一直就像封闭的那个 我们说这个羊铁皮的那种 那种天的那种罐头一样 密封的真空的 什么东西都进不去 油盐进不去 它经历诸多的患难 它也不会反省神的旨意 它诸多的试炼 它也不学习神的功课 所以它始终 它的生命就是一个坚固的 硬壳的核桃一样 里面的东西都封闭在里面 所以没有办法改变 那十年后仍然像时光 这个我们说这个时光宝盒一样 二十年之后挖出来发现 二十年前我们记录 格代罗保留着 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 我们关键是当下 我们如何去学习顺服神 去成长 你可能没有什么大的才能 你可能没有什么大的才华 高的学历 虽然我们不是说否定这些的必要性 但是比起这些更重要的是 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在神的面前 是个顺从的人 在每一件大事小时上学习顺从神 当知道 当明白 然后去顺从的时候 你才能可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 圣灵与那些顺从的人同正 为基督作奸正行 一个人不顺从不懂得顺从的话 在小的事情上不学顺从的话 总是自我为中心的话 这个人就不可能为神做见证 你可能去热心去讲一些东西 就是做一些东西 但是你这个人就不可能真的成为神手中 见证他的器皿 为什么 你是绝缘体 从来不懂得去顺从神 做事可以做 但是你不能成为侍奉神 所以侍奉神的核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一个温柔的心去顺从神 顺从是侍奉 所有侍奉的本质 做什么工作 外表可能有形式上的差异 宣教师 什么牧师 职士 劝士 什么传道士 或者是在公司里 作为普通职员 做家庭妇女 在各个岗位上 侍奉的形态和角色不同 本质是你顺不顺服 顺从是比现任何的技物都好 所以不顺从 他的祷告 他的技物都是蒙神厌恶的 所以弟兄姊妹 旧约和新约 释放的本质都一样 所以很重要的 我们这些信的人 领受他恩典的做神的儿女 很重要的是要知道神公义的法则 作为王 如何去治理 按照神的旨意治理 作为一个职员 如何去生活 按照神的旨意 神在我们身面上的要求 他的话 就是我们的智慧 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 不知道的时候 一定会在黑暗里 因此地的根据就摇动了 上帝以公义公平来治理他的国 在以色列这种有形的 狭隘的国里面 结果王 百姓都不遵守神的话 神的国的根据就震动了 那么当然 神永恒的国度是不被震动的 以色列失败 无所谓 上帝兴起教会 以夫所教会什么 失去爱心 失败了 无所谓 今天留下几个柱子 残缘断壁 无所谓 神兴起别的这个火热的 爱主的教会 再伟大的那个教会 某个时期 他会衰残的话 神会兴起更多新的教会 来担当他的使命 神的国度永远不会失败 我们可能不侍奉神 无所谓 上帝会兴起别的人去侍奉他 犹太人不见证主 上帝说神会兴起 亚伯拉人的后裔不兴起主 上帝会让石头开口说话 上帝可以做 上帝从一个异教徒当中 兴起一个敬虔的百姓 以色列护照亚伯拉来 做他的百姓 他的百姓失败的时候 上帝当然可以兴起异教徒 来侍奉他 对不对 我们不侍奉可以 上帝不缺侍奉的人 上帝不是可怜兮兮 等着我们双手去服侍的神 上帝反而去用 将生命七夕赐给我们 这是使徒行传 十七章里面 告诉我们的 上帝不缺手什么 好像用庙需要我们给他盖房子 需要人手扶持 需要给他食物 上帝不需要我们服侍 反而将生命七夕赐给我们 所以上帝不依赖我们 但是上帝却呼召人 甘心乐意去参与他的国度 这是对我们的祝福 因此当我们不愿意做可以 但是神会兴起更多的人 所以在历史当中 我们看到每一个朝代 每一个时期 教会兴衰的时候 神的国持续在延续 如果中间 以色列失败就失败的话 外邦人就没有办法得救了 外邦的教会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历史当中 这样的过程当中 如果上帝不继续做工的话 福音如何传到中国和韩国 美国呢 早就在历史当中 因着人的败坏和不顺从 悖逆腐败就 福音就消灭了 对不对 但是福音仍然在继续 今天我们看到 有些地区信仰在衰退 堕落 世俗化 但是在非洲 有更多贫穷的人 饥渴的灵魂被主兴起 愿意为主不顾一切 去服侍的人 悔改离弃偶像 那些美好的见证 我们仍然可以听到 对不对 我们要时刻警醒 我们如何明白神的道 所以学习神的话很重要 学习圣经很重要 那些藐视学习神的话 对学习神的话语厌倦的人 这些人实际上是对神厌倦的人 别看他们好像挺爱神的样子 我们谈论的时候都高言大致 但是对神的话语厌倦的人 他们就是厌倦神 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要被自己的虚假所欺骗 好像我们很爱神很热心 你看看你对神的话有多少的关系 一个人对神的话没有兴趣 不关心的话 基本上他对神是没有什么兴趣 即便有的时候 危难的时候求告求求神 那不是我不表明他爱神 顶多是表明他需要神的帮助而已 不表明他爱神 所以爱神的人就爱神的话 爱神的道 爱我的就遵守我的道 一个人对神的道都不感兴趣 有了我的话去听的 有了我的话去顺从遵行的人 这人是爱我的 爱我的人我父也爱他 我也知道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对神的话不感兴趣 对圣经学习 对什么教会所有的礼拜不感兴趣 就基本上显出了这个人的存在的状态 他到底是不是爱神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不明白是很可怕的 这些人不秉行公义 不就拔 不申冤 不实行 不保护的原因是因为不明白 不明白不是因为没有道可听 摩西的律法 每个主日都在他们这个安息日都在宣讲 王也熟悉 祭祀也教导 甚至新约里面 耶稣圣在哪里 这些法利塞人 这些文士们就说 圣在伯利恒 对圣经熟得不得了 但是他们自己真的去成为 第一梯队去敬拜耶稣的人吗 没有 反而那些心灵饥渴的 在深夜里旷野牧羊那些 社会底层的那些牧羊人 反而那些异教徒 远远东方的那些占星树 那些星象学家们 不远千里来敬拜耶稣 寻找耶稣 这不是一种羞辱吗 仪式礼仪都在 神的话也懂 但是他们内心当中对神不敬畏 不可慕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种现实 非常悲催的现实 今天的教会 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应该警醒 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 然后B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神发出这样的审判 我曾说你们是神 都是至高神的儿子 神明记十四章一节提到了 上帝呼召以色列百姓 呼召亚伯拉的后裔 让他们特特做自己的百姓 融卧的百姓去 你们是我的儿子 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要做你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上帝应许给他们祝福 应许给他们产役 应许给他们大的后裔和民族等等 应许给他们 上帝拣选了他们 恩待了他们 但是因为他们这样的悖逆 藐视神的话 不顺从神 上帝说 我曾经这样说 你们是神 你们是至高神的儿子 然而 你们要死 像世人一样 跟那些不信的人 外族人没什么区别 要扑倒像王子一样 再牛叉的人 也要这样死去 我说你们是神 你们是至高神的儿子 虽然你们曾经蒙了我应许 但是因为你的 被你不顺从 不信 你们也要跟他们死 没什么两样 这就是我们在罗马书里面 谈到的 犹太人不都是真的神的儿子 犹太人 以色列人 百姓人 不都是神的百姓 虽然他们蒙了神的拣选 这种民族性的拣选 外在的拣选 是所有亚伯来的后裔 但是真正应许的儿女 那些真正与永生 与恩约 真实的生命之约有份的人 是真信心 听从神话的人 因着他们不顺从 所以他们实际上 是没有办法 与神的真正的生命的约有份 因此他们最终 跟世人无意去死去 都要扑倒 那这个是不是神不信神呢 不是 这是神的智慧 神的计划当中的计划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意思不是说 我们基督徒上帝 拣选我们中途 又让我们失去救恩 问题是你要反省 你这种状态 你这种不信 这种无知 不顺从 藐视神的话 真的意味着是信心吗 上帝应许所有相信的人 都必得救 都给他们全秉 做神的人民 问题是我们现在 这种状态 这种不信 这种不明白 这种不顺从 不顺从神的话 这种状态当中 真的证明 是我们是神的人民吗 曾经应许 但是问题 你真的领受了 这个应许吗 他们没有顺从 他们的不顺从 不无知 这种愚昧的生活 证明他们根本没有 以信心去进入到 神的应许的里面 神的应许 对他们无益的 应许落空 不是神不信实 应许落空 是这些人 根本没有以信心去进入到领受神的应许 所以今天这个不是什么旧恩稳固不稳固的问题 是谈到你真的有信心没有 真的信耶稣没有 你的信是真实的信心与否 所以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提醒和警告 我们要保罗说 你们要反省 要省察你们的信 你们是如何信的 如果我们不是可弃绝的 我们必因着信 在他的里面谋恩的缘故 所以如果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最后 比起这种神域 上帝对他百姓的说话 对官长的这种责备和审判和质疑 最后变成诗人的祷告 诗人为着神的百姓祷告 神啊 求你起来审判世界 求你 你要为得万榜为业 什么意思 这个不是出于个人的愤怒 个人的私仇 仇恨 去求神来审判世界 或者是站在一种自义的情况下 你看 我不像那个税吏 又奸淫 又偷窃 我又没有 我每周 这个都来礼拜 十分之一 我也做 当然他做得很好 基本的本分 及格的 这个外在的义务 都都做到了 甚至有的人 连及格都没及格 这个法利赛人及格了 但是问题 他问题不是他做的事情 问题 他是伪善和自义 所以 这种祷告 不是伪善和自义 去控告别人 这种祷告是神的愿你的国降临 地上的百姓不顺从你 没有顺从你的旨意 你的公义没有实行 但是当你按照你的公义 审判世界的时候 你的国就会临到 这是每一个真基督徒都要祷告的 愿你的国降临 愿人都尊你的为威圣 愿你的国降临 神的国以公义立国 在审判临到世上 让一切的邪恶 被你都被清理之后 最终神的国得也彻底实践 是渴望神的荣耀 公义 在这个世上 得以彰显的缘故 因为你要得着万般为业 他要 就是他明白应许吗 万民都因你的会议得福 晓得神的应许 上帝既然应许了 上帝一定会成就 最终他会 借着福音 呼召那些 在各族当中 用基督的血所买来的 用福音所呼召来的 那些虔诚的信众 构成他的产业 这些人就是属于神的 是成为神的产业 神也成为他们的产业 我是你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子 我的子民 所以弟兄姊妹 这里面我们看到 透过上帝审判 那些地上的权柄 比起外邦世俗的政权 是以色列的掌权者 当提到神的审判的时候 其实就凸显了 神在诸多权柄之上 他为至高的主 他拥有权柄 他才有权利审判 对不对 另一个角度 上帝委托那些地上的 各种权柄 包括我 你和我 委托给我们权柄 所以这个权柄 我们是从属于神的 我们应该按照 上帝的旨意 智慧 去使用这些权柄 履行统治或治理的责任 那上帝必按照公义 去统治和审判 那些愚昧的 不忠心的仆人 不忠心的儿女 他们枉费上帝 给他们的资源 不明白上帝的旨意 没有按照神的旨意 去使用 所以我们当盼望神的统治 并活在智慧当中 一方面盼望神的 真的在我生命当中掌权 我的话 我口中的话 我心里的意念 我脚下的道路 我手中工作都蒙米约 那你要渴望这样的心智的话 你要努力去学习神的话 对不对 明白神的话 才懂得如何按照神的话 神的智慧去生活 不是吗 最后我们当一切切 仰望神公义的审判 最终神公义的统治领导 不仅是在今世 我们看到在地上教会 面临的逼迫 在地上各国 这种不公义的事情 虽然美国 我们所向往的民主国家 但是实际仔细看的时候 美国背后 也是自己国家主义 自己国家的利益之上 商业都是以自己国家为中心的 地上的国都是某种自私的 说是公义公平 哪有真正的公义公平 都是这种像以色列书里面说的 买地 建房子 自己的房子一个连着一个 买地霸占 自己的地业扩张到一定范围 就侵犯到别人的祖先 遗留下的地产 不是吗 都致买 这种强势 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将来上帝都要审判 虽然在某些层面 上帝使用美国 但是他也不是理想的 那不用说北朝鲜了等等 所以地上充满了不义和不公平 各种世俗的政权也好 包括属灵的 我们讲世俗的 可能又讲得太宏观了 讲我们自己 上帝给你的资源 给你的责任 给你的本分 给你的岗位 给你的一些权利 你去如何使用 盼望上帝的国降临 地上的亡部失败 不公义不公平 百姓受苦 我们就盼望一个真正的 理想的大卫的子孙道来 因着他公义公平的治理 国泰民安 这个国就是神的国 是透过耶稣基督最终实现的 所以我们在地上教会 经历他的治理的时候 应该盼望这个国实现 那要盼望这个国实现怎么办 努力学习神的话 祷告 让神的话在我里面成就 努力透过教会去传扬福音 扩张神的国度 让更多神的百姓 认识神公义治理的原理 所以我们这些人去顺从神 去侍奉神 神的国不断地扩张 直到神定的时候 外邦人的树填满 神的国临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新天新地里 神公义的国将完全实现 所以弟兄姊妹 你我都是神的百姓 神的儿女 我们当如何在神的面前 过一个蒙他喜悦的 智慧的人生 我们应该明白他的法度 晓得他的话语 行在光明当中 按公义公平去 按着他的旨意去 在神给我们摆设的位置 特权环境恩赐光音 人生当中去顺从神 去侍奉他 来实践神的国 在我身上成就好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祷告